张炎宇 张炎宇 27岁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 现当代文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炎宇 来自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 然后来到这儿呢 是想 因为明年马上就要毕业了 想做 想寻找一份未来事业发展的一个起点 那我主要的特点是 比较喜欢写作 写过诗歌 小说和三文 是一个文青同时 也是一个奋情 我是一个挺平庸的人 希望大家多多手下留情 谢谢大家 张炎宇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身打扮 因为可以彰显文艺女青年的特质吗 没有 我觉得我的主要特点 不是文艺女青年 然后我 其实今天不想你这身打扮的 蛮有特点 我 我带了衣服过了 我其实我想穿正装上 然后导演看见我这层衣服 然后他说 您是北大的 而且一定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你穿这身衣服 一定很有舞台效果 结果我就穿上来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 你应该再加一转报纸来吗 说实话 我仿佛就觉得她是一个从一本书当中走出来的一个女孩 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 对对对 你的特长是什么 我的职业特长是一个很有掌控力 而且内心很笃定的人 我觉得我的策划能力比较好 你策划过什么 管理能力 我在策划一些出版这方面的一些书 那这个选题比较好 他在这个市场上 他可能会很有卖点 那会就为我把这个选题策划出来 然后策划出一个这个这个目录 然后根据这个目录 然后我指导作者应该怎么能写 写完了之后 稍等 你指导作者 对 就说这个作者不是要写 其实你说的那种写书就叫传书吗 可能是 对对对 你给他们个题目 他们去写 我告诉他们怎么写 我来做这个策划 你告诉他们怎么写 对 说说书名 这是哪个畅销书 书名 我一会会摆出来 没事 现在就来 这全是你 这是你策划的 对不对 这是我策划 还有我自己编的 这是我做的其中的一部分书 玩转职场 副标题 73条驰骋职场的竞争力法则 作者 张言语 那个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 12位 12位 那块是通道 再见 再见 言语 上 回来 文号 文号 你看 你又小的心肝受到刺激了吗 我要说一下 我受不了 爱慕言 你怎么了 中国每年图书出版量非常大 但里面真正的好书并不多 为什么好书不多 就是因为像您这样的就是传书的人太多了 因为我有这个哥们是干这活了 就是说紧跟形式出个好书名 编个好目录 然后剩下的事找一帮北大或者人大或者哪的学生 把这活包下去 一传一个月或半个月就出一本书 我猜测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 就是沐岩的问题 我再问你一句小姑娘 你这些书 她的销量怎样 收入了多少 我做这个 因为我是一个学生 我通过这个来做兼职来赚取我的生活费 这个书我不知道发行多少 但她只给我我几千块钱的稿费而已 我一以为会觉得她是一个 觉得很可敬 但是不可爱的一个女孩 我发现我跟她有趣 是想找怎么样的工作 想找一份助理工作 什么样的助理 总裁助理 北大的硕士 你为什么想在菲尼莫署来找工作 你应该有更好的找工作的机会 其实我来菲尼莫署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然后做了一期 我看到那上面写上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非常out了 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北大的人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我看到有伟娘 有各种各样 80后的另类人才在这上面 我当时一拍桌子说 我要上这个节目 你是来纠正错误来的 狭女十三妹 狭女十三妹 文艺女青年的成功 你人家把桌子拍完 说继续 言语 我说我要来这个节目 我要告诉大家 80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你今天是来杨正气来的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但我觉得除妖风 杨正气 张颜宇 谢谢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在里面 之前来过我们这里的年轻人 就不优秀吗 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不觉得和谐社会里面 是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的吗 要多姿多彩的 兼容并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兼容并包呢 那这个舞台上 当然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出现 我并不是说我是人才 别人就不是人才 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 如果那样的人 然后以妖艳的姿态来应评总裁 注意这些人出现在多 太多的时候 他会误导群众的大众的那种审美观的 但是我觉得你不同意伟娘 但你实际上拿的是伟书 你拿伟书 你怎么那本书 这本书的还刺激你了 沐妍你呢 这种书我很了解 你想一个没有职场经验的 读研究生的女孩子 编一个完转职场的人 说了人家提供简 这肯定有问题 这个女孩的手 其实死死在捏在捏 他其实最恨母 那个清华的双学位 看来北大跟清华之间是有缘缘的 你刚才说的第一句话 是作为一个北大的人 第二句话是你很有掌控力 你的身上流露出一种 我不可企及的高贵之气 这种高贵之气让我觉得有点别扭 谁告诉你说你是北大的人 就可以代表80后 我我想说一下 对不起我我觉得我没有看到高贵之气 我真的没有看到高贵之气 我看到的就是傲气 就是傲气 就是北大的人特有的那种傲气 但是清华人也有 我想说一下 你们别老说了 你们让人张言语说说行不行 你们老说是傲气 你觉得你有没有傲气 我觉得我站在这儿我一直是怀着 我在走上这个台子的时候 我知道我一定会受大家批评 为什么 我站在这儿我是北大的人 北大好像比我更重要 我觉得 不是说谁比谁更重要 你找工作又不是北京大学来找工作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在这个时候你比北大要更重要 对 但是我想说一句 我们一直在说北大北大 其实你带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上来 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学校 我们主持人也会在他下来的时候 说一下 但他自己很少会说 我是什么大的人 我是什么大的人 对 你自己提了北大几次 还有我再说一件事情 北大在我心目中 跟很多人心目中都是非常崇高的 崇高的北大是蔡元培老师 当年校长所建立的北大 是多元化 容纳不同的声音的一个北大 哎 言语也确实是 是不是因为你确实从你开始说话到现在 已经多次提到了作为北大人 因为大家一直在提 我一直在解释 然后我解释的时候里面肯定要说北大 因为大家一直在提北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没上过北大 我没上过北大 我上过大学 不说了 现在言语已经展示完了 张言语 现在大家来做评论 现在什么评论 你看把我 他们太乱了 确实是 现在大家来做态度表 你们是让张言语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是不是北大我不是灭灯的理由啊 我也不自卑啊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他 你不自卑 当你强调不自卑的时候 就是缺什么腰 人都是缺什么腰喝什么的动物 继续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一点 就是说他在看之前的那些选手的时候 他觉得人家可能不是北大的 然后可能也不如他 他觉得他要自然来证明他比这些人都强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 包括他的这些状态 让我感觉到他这个心理还是很强的 我觉得啊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这个社会里 有没有学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什么样的人都应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就北大我也相信你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你的协作能力你是比较强 就你的口头表达能力 这个沟通的能力 沟通的能力怎么样 举一个例子说吧 我在2008年的时候 我相信了一个校外的一个男孩 他是卖麻辣串的 然后呢 他说他很想自己创业 他说姐姐能不能 那个我们俩一块开 然后一个人投资大概几千块钱 结果我把钱给他之后 过了一个星期 我想问他这个事办得怎么样了 就发现他颠了 他颠了 然后我就告到了法院 然后法院人找到他 最后他把钱给我 但是他现在是很崇拜我的一个人 他觉得我原谅了他 他觉得他能从我这地方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说我想问一下 你改变了他是吗 你是觉得你改变了他吗 一定程度上我教育了他 就这女孩子说话的时候 真的可能是我有偏见啊 所以电视观众我说一声 但是我老感觉 他有特别强的优越感 他当时用了一词叫崇拜 我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会崇拜 我也帮过很多人 一个词是崇拜 还有一个词 他说我觉得我教育了呢 这种习惯在很多名校的大学生身上都有 他们的老师会这么教给他们 你这样去表现你的自信和你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老师的教育问题 而不在于孩子 好的好谢谢陶老师 陶老师真是 陶老师真是力挺你 把所有别人质疑你的问题 最后找不到其他原因了 推老师头上了 你说老师找谁惹谁了 这个我也是北大的 这个 你也是北大的 哇真是 我不想说这个 怎么也看不出来啊 这不要去说 但是这个北大的学生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能说北大的学生不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说你认为你代表北大 但坦实说我不是很感从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那么玩转职场这样的书 你都没有职场经验 你敢去出 我有时候就会想你的 有没有底线 你做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的事都敢做是吧 你的这个职场底线是什么 既然大家围绕这本书说话呢 那我就想解释一下这本书 这个书不是我写 我是策划 但是他写的是周 他写的是张言语注啊 出版业真的是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乱 编辑他觉得这本书 别的一本书我写的他觉得比较好 他在出的时候他出上自己的名字了 然后说挺抱歉 你看都已经出版了 那其他另外一本书 那就出你的名字吧 我是觉得编辑写写 编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烂 然后就专门写了你的名字 我其中写了一本书 每次好多书到最后都没有出版我的名字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呢 如果是坏蛋干的这个事 他就是坏的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 我是被逼无奈的 跟我没关系 是这样的 那个傲气是老师教的 然后这个名字是出版社坏啊 我们要深深处地为这个女孩想一下 我到现在都坚持着认为 她没有做错 她做这个事没有做错 但是她用这个态度来表达这个事 我觉得就不太妥 也就是说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都会有一个非常震荡的理由 其实这个还挺可怕的 你说这句话当然是非常对的 但是呢 我刚才说的是事实 她的状态很紧 我们可以跟她咬着后槽牙 说话的这种感觉 我有点害怕她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真的 是大家 把你想复杂了 大家在我身上看到了很多标签 然后来攻击 也就是说 现在那些机器 大家没有在攻击你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 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是我们表演给他们看的 是我让对方这么来看我 张颜宇啊 当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 好不好 你看的时候 你留意你出来的时候 你给自己身上贴了多少标签 好了 现在请六位选择让张颜宇是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现在终于到了你有发言权的时候了 颜宇 我一个一个给你说 北京四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是一家时尚礼仪传播机构 周老师您能提供的职位 刚刚你一直说你做总裁助理 因为我们集团的总裁是个男士 他可能不会需要女生的助理 请问你 你愿意当副总的助理吗 我需要考虑一下 好 我在尝试想你要是做总裁助理 就做我的助理 我可能可以以柔克刚 这是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精神 尹哲 我的一个电影工作室里边 文学策划部的一份工作 周宇 我为什么一直要把这个灯留着呢 因为这个我崇拜不能说了 因为我很佩服你 你能在上学的时候再创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上进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所以我这盏灯一直愿意为你留着 谢谢你 你能提供什么职位 你这样想问 下一轮我想一下可以吗 哪有下一轮 一会儿人家过去该灭灯了 你得说 我愿意被他灭 因为我支持他 第一次有一个老板说 我支持你 提供不了职位 而且愿意被你灭 好 主动前掌握在你这儿 你要走上前去 至少暗灭其中两家的灯 没灭掉了 想被灭的没被灭的 我们两位可真的是提供了职位给你们 然后从头到尾我们两位都没有攻击你 但是我是觉得 我给你们讲 叫我一点意外 他提供的是助理 我提供的是文字策划 我们俩都相像 你为什么他 他要找的不是工作 是崇拜 他那两个老板身上 看到的只有崇拜 只有崇拜 周宇 这样 周宇啊 咱自觉一点 就这崇拜已经表达完了 自己把灯灭了吧 好吧 没工作哟 我还是希望他来亲手来灭 没有别人 因为我是说好算数的 他真的没工作 那我帮他亮着行吗 没工作也让他亮着 因为我就让他亮着 让我觉得我还有一点希望 谢谢 我会支持你的 他们是很好自私的人 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表达 跟所谓的情怀跟作壮 然后让所有的人在这里 纵容他们在破坏规则 周宇你要讲规则 如果他不愿意去灭的话 我们能提供职位灯亮着 那我就提供职位可以吗 你能提供什么职位 总监助理可以吗 我考虑一下 我们的总监助理 只有两千块钱的底薪 实用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我支持你 谢谢 总裁助理 其实目前没有这个职位 我可以把它设定成为五千 好 现在我给你考虑的时间 你选择周宇 还是尹丰 或者你选择离开 我选择离开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离开 他来是来养正气 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鄙视他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受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突然间身上的一些架子起来了 张开了 你说的这个形象太吓人了 赵刚老师 我这句话是送给我们这位嘉宾的 对你未来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你记住四个字叫做平和悦纳 老天爷无论给你任何的礼物打开之后 哪怕包装很丑陋 打开之后都将会有惊喜 记住这句话 好 谢谢 再见 Thank you 加油 未来的时候只有好结果 谢谢 希望职场道路顺利 谢谢 谢谢言语 谢谢 加油 加油 加油